接下來小弟要在這邊跟大家見證的是 個人在信仰上的一些體驗 要來跟大家做分享 小弟是在念大學的時候來信主 受洗到今天有將近三十年的時間 但是就在前一陣子 參加一個家庭聚會的時候 聽到一個木道朋友的分享 那這個木道朋友其實已經來教會木道有一段時間了 只是一直都還沒有受洗 那聽到他的分享感覺上 他是那種對自己要求很嚴謹的人 他希望自己能努力達到一定的信仰程度之後才來受洗 那他的分享給了我自己一個在信仰上的反思 其實主耶穌他從來沒有要求過我們 要達到什麼樣的程度呢 才有資格來受洗 相反的信仰是一個信靠神的學習 神要我們信靠他 每天靠著他來過信仰的生活 那我雖然已經受洗了一段時間了 但是我是靠著神在過信仰的生活 還是在靠著我自己呢 那其實我發現大部分的時間 我還是會習慣於信主前的行為模式 凡事就是要靠自己的努力 受到信靠 受到交托 其實自己真的還在學習 而且神就在生活當中安排功課 讓我去做學習 就在這次靈恩步道會前的幾天 那我在工作上有一個很重要的案子呢 被客人停掉了 那這個案子呢 我們已經執行了一年多的時間 大概再做幾個月就可以完成 那這個時間點停掉呢 等於我們過去一年多努力的 就化為泡沫就沒了 而且呢 這個事先完全沒有任何的徵兆 客人說停就停 沒有任何的協商空間 那其實理由也很簡單 就是 因為新冠肺炎的疫情的關係呢 所有的物價都上漲 造成他們的預算不足 所以他們就砍案子來節省費用 那在這次靈恩會的時候 在這個事情上呢 我也個人呢 做了一個反省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那學神呢 要我在這件事情上面 學到什麼東西 那我自己歸納了 有兩件事是 我自己反省後的一個結論 第一件呢 就是在過去幾個月 因為這個案子的忙碌呢 造成我在星期五晚上的聚會 有舒服 那一開始呢 可能只是遲到 可是到後來呢 越來越嚴重 有時候到教會的時候 已經是聚會結束了 那其實在這個之前 我還算蠻看重星期五晚上的聚會 通常都會早點到 先來禱告 然後準備心來聚會 這個是我個人的第一個反省 那其次呢 這件事情讓我想到 詩篇的第127篇第一節 我們來看這段聖經 詩篇的127篇第一節 若不是耶和法神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 若不是耶和法神看守層次 看守的人就枉然驚醒 我們人都有自己的籌算跟計畫 那我們也會照著我們的計畫去努力 但是呢 如果沒有神的保守和看顧 我們的一切努力呢 就會變成枉然 所以呢 我們會要先求神的指引 給我們正確的方向 然後求神來看顧跟保守 這樣我們的努力呢 才會有果效 否則就會像詩篇這裡所說的 一切努力都是枉然 都是虛空 那個人在工作上的這件事情呢 我覺得是神在提醒我 要我停下來思想 那我也求神給我一個更明確的指引 那這次新冠肺炎的疫情呢 也是神給我們一個很好學習 依靠祂的機會 讓我們更親近神 平常當我們生活很順利的時候 我們都會靠自己的籌劃來做事 比較不會去想到神 只有碰到像新冠肺炎這種疫情的情況的時候 這個不是我們人所能夠掌握的 全世界都因為這個微小的病毒 秩序大亂 只能試著去防堵它 根本就沒辦法去控制它 那我們所能做的 就是謙卑的在神的面前 求神來帶領 願神的旨意來成全 只是平常沒有依靠神的習慣 這個時候 雖然知道要依靠神 那我們真的有辦法完全的依靠 交給祂 然後讓自己來放心嗎 這個其實就是我們要學習的功課 調整自己的心態 要定睛在神 而不是在周遭的環境 而不是在周遭的環境 那就在昨天早上 我們也聽到成團道分享 庇護教會林光正指示娘她的見證 那林指示娘從被快篩 被篩檢驗出 檢驗出陽性 然後晚上租到防疫旅館去隔離 到早上PCR的核酸檢測結果出來 是陰性 那不過是十多個小時 那我們可以了解到說 指示娘她其實就好像在死因的幽谷走了一回一樣 那在見證裡面 我們知道大部分的時間 指示娘都在禱告 而且最重要的是 她沒有徬徨無助 驚慌失措 她的心是平靜的 這就是我們依靠神的力量 我們知道我們有一個全能的神 而且祂愛我們 願意給我們隨時的幫助 所以我們沒有什麼好害怕的 那林指示娘就是給我們一個很好的見證 那我們在面對這個疫情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用平靜安穩的心來面對 那在聖經當中 有一些人依靠神的見證 可以讓我們來明白神的作為 來學習如何的來依靠神 大衛是一個合神心意的人 大衛被高麗做以色列的王 但是呢 他一生其實遭遇了許多的患難 他在高麗為以色列王之前 他先是被扫羅王追殺 然後後來晚年呢 又被自己的兒子亞沙龍來背叛 使得他只能被迫逃亡 雖然最後他保住了他的王位 但是他的兒子亞沙龍被殺了 他因為他兒子的死呢 悲傷不已 他一生雖然有這麼多的苦難呢 但是他是一個很懂得依靠神的人 他很懂得來求神的幫助 我們來看詩篇的第25篇第一節 詩篇第25篇第一節 這是一篇大衛所寫的詩篇 這是一篇大衛所寫的詩篇 那他的心呢 一直在仰望著神 他也是一直在過著依靠神的生活 雖然有仇敵 但是大衛求神 不要讓他在仇敵面前來羞愧 而且他也相信 神一定不會讓他羞愧 就像第三節這裡說到的 反等候你的必不羞愧 大衛他一生仰望神 倚靠神 我們在信仰的路上也是這樣 藉由神的操練 希望能夠讓我們在每天的生活當中 來倚靠神 仰望神 那接下來小弟想跟大家再分享 另外一個聖經中以色列的王 那就是猶大國的西西家王 看他怎麼來倚靠神來得勝 那西西家王是猶大國歷史中 一個虔誠敬拜葉華真神的好王 那他前後的猶大列王當中呢 沒有一個可以跟他相比的 可是當他25歲登記的時候 其實猶大國正好處在一個 內憂外患的微型處境當中 對外的部分 北國的以色列國呢 已經被亞述國所消滅了 那以色列百姓呢 也被抓到亞述國去 既然以色列國被滅了 那接下來 亞述國就可以趁勢來攻打猶大 所以這個時候的猶大國 可以說是積極可危 那對內的部分呢 因為他的父親 亞拉斯王在位的時候 做了很多得罪神的事情 而且越來越糟糕 他不尋求耶和華神 反而去拜神所討厭的偶像 他向亞蘭王所拜的神來獻祭 然後破壞了耶和華神的殿 然後破壞了耶和華神的殿 而且封了耶和華神的殿 讓百姓呢 沒有辦法到聖殿裡面來敬拜神 然後呢 又在猶大谷的各城裡 來設立秋壇 向偶像來燒香祭拜 這些都是耶和華神所政惡的 那亞拉斯王呢 也因為罪惡太多 受了神的責罰 那三十六歲就死了 那西迪迦王呢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 來繼承猶大谷的王位 他面臨的是一個 可能被亞述王滅國的一個處境 所以以他的遭遇 跟我們現在的新冠肺炎 來相比其實是更加的危險 那在這麼惡劣的環境下 西迦王他所採取的行動呢 先是對耶和華神大發熱心 他在宗教上呢 做了一個很重要的改革 首先 他斷然的除滅偶像 領保百姓來復興信仰 摩西在帶領以色列百姓 進入迦蘭地的時候 一再的告誡以色列百姓 一定要把佳南人的偶像祭壇 全部來毀滅 千萬不能隨從佳南人去拜他們的偶像 免得惹神的憤怒 因為這是神所憎悟的 那西迪迦的父親 亞哈斯王 讓猶大呢 陷入了敬拜偶像的罪惡當中 所以西迦王他改革的第一步呢 就是要把這些偶像呢 全部除掉 那他所滅的偶像呢 甚至還包括了摩西所造的銅蛇 這個銅蛇呢 是早在八百多年前 百姓還在礦野的時候 為了免去火車的傷害 神命令摩西造的 然後掛在桿子上面 讓百姓來仰望 就可以得到解救 所以以色列人 把他保存了幾百年來作為紀念 但是到了當時 百姓去拜偶像的時候呢 竟然也來向銅蛇來燒香祭拜 把他偶像化 那西迦迦王為了改革百姓的信仰 不讓百姓來祭拜偶像 所以呢 就果斷的也把他的給毀掉了 這是我們在信仰上 要特別一個注意的地方 我們對神所留下來的恩典的紀念 不管是人是物還是制度 都不應該把它偶像化 我們所要敬拜的對象呢 是恩典的源頭 也就是我們的神 而不是這些工具器皿 我們千萬不要把這些東西 給神格化 變成偶像 這會變成是神所證物 就像這裡所說的銅蛇 雖然當初是神命令摩西造的 沒有錯 但是 這銅蛇只是神 藉著這條銅蛇來解救 以色列百姓的火蛇之帶 並不是銅蛇本身有什麼能力 來解救以色列人 還有 人也是 神有許多重要的工人 來成就神的工作 但是他們也只是人 是神的仆人 神借著他們的手來成就神的工作 我們千萬不要因為他們的成就 而把他們神格化 把他們偶像化 所以 摩西不是神 彼得保羅也不是神 那西西家王他所做的第二個改革呢 就是捷徑聖殿 這是西西家王他做的最被紀念的一件美事 而且是在他一登上王位就開始進行 幫忙清潔聖殿的工作人員很多 包括一切的祭司跟立位人 從元月的一號開始一直到十六號 花了半個月的時間來完成 所以可以想見當時的聖殿有多少 多久沒有被清理 也就是說 以前的王呢 根本就不注重聖殿 讓聖殿荒廢了 那這裡 西西家王他清潔聖殿的動作呢 就是信仰改革的一個開始 那西西家王他的第三個改革呢 是開始向神來獻祭 守逾越節 當聖殿清潔完畢之後呢 西西家王和百姓呢 就都充滿了喜樂跟感謝 王率領百姓的首領到聖殿呢 去獻祭 當時所獻的祭 有淑稅祭、繁祭跟感恩祭 所獻的牛羊總共有幾千隻那麼多 可以說明當時百姓信仰復興的一個盛況 那在信仰祭以後 西西家王又召集了 猶大的百姓來耶路撒冷守逾越節 逾越節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時候 神吩咐以色列百姓 要世世代代去遵守的 可是自從出埃及到這個時候 幾百年以來 以色列百姓守這個節的時候實在是不多 西西家王既然要復興百姓的信仰 就已經要切實的遵守神的吩咐 所以要來守逾越節 我們來看當時西西家和百姓守節的時候 是何等的歡樂 我們來看歷代字下的三十張二十一節 歷代字下三十張二十一節 歷代字下三十張二十一節 用響亮的樂器日日送贊耶穂法神 我們再來看二十六節 這樣在耶路撒冷大有喜樂 自同以色列王大衛兒子所羅門的時候 在耶路撒冷沒有這樣的喜樂 二十七節 那時祭司立位人起來為民祝福 他們的聲音蒙神垂聽 他們的禱告達到天上的聖所 這幾節經節裡面記載著喜樂歡喜的地方 總共有五個地方 而且都是大大的喜樂 盡都歡喜 那自從以色列王大衛兒子所羅門的時候 在耶路撒冷從來就沒有這樣的喜樂 那更重要的是 他們的聲音蒙神的垂聽 他們的禱告達到天上的聖所 因為耶路撒冷喜悅他們的回歸 為祂守節和獻祭 那在西加王的帶領之下 全國百姓的信仰復興了 那西加王指派祭司和立位人 恢復他們在聖殿中服侍的工作 然後他又吩咐百姓遵守律法 要把當納的出手的產物 還有十分之一 都拿出來奉獻給神 王的命令一頒布 百姓就立刻來響應 樂意奉獻 那全國都蒙神的賜福大大的豐盛 那西加王這樣的盡心 敬意的來為神大發熱心 凡他所做的都蒙神的喜悅 但是他所面對的外在的環境 其實還是十分的艱困 西加王在位第六年的時候 亞蘇攻破了撒瑪利亞 把撒瑪利亞人抓到亞蘇去 那北朝的以色列王國就這樣滅亡了 那沒有以色列國的屏障 亞蘇帝國的勢力呢 就直接威脅到猶大國 而西加在當上王位以後 他不像他的父親亞蘇王歸順亞蘇王 他背叛了他 所以在西加王在位的第十四年 亞蘇王呢西加拿激勵 就上來攻擊猶大的成義 一開始西加想拿金子銀子 給亞蘇王來求和 但是亞蘇王拿了錢 卻沒有遵守他們的約定 還是來攻打猶大國 來圍攻耶路撒冷城 這個時候西加王他就倚靠耶穫法神 他兼顧百姓的信心 讓百姓不用懼怕亞蘇王的軍隊 而亂的正角 我們來看這段西加王對百姓的宣告 我們來看歷代字下的三十二章 第七節 歷代字下三十二章第七節 舊約五百七十四頁 第七節 你們當鋼強壯的 不要因亞蘇王和跟隨他的大軍 恐懼驚慌 因為與我們同在的 比與他們同在的更大 與他們同在的是肉壁 與我們同在的是耶穫法我們的神 他必幫助我們 為我們征戰 百姓就靠 由大王西西加的話 安然無懼了 這裡 西西加王他鼓勵百姓要 剛強壯膽 不用驚慌 因為亞蘇軍隊雖然很強大 他們靠的是人的手臂 是人的力量 但是由大百姓同在的是神 耶穫真神一定會幫助他們 他會為耶路撒冷的百姓來征戰 這樣的信心喊話 給百姓很大的安慰跟鼓勵 那百姓就有信心來面對亞蘇的軍隊 而不會有任何的懼怕 因為他們知道有神在幫助他們 亞蘇王西拿基利看到 西西加王不肯投降 而他有想速戰速決 結束這場戰役 免得夜長夢多 所以就打發人送信給西西加 威脅西西加說 沒有人能夠脫離亞蘇王的手 我們來看這一段的記載 在獵王記下的第十九章 第十節 列王記下十九章第十節 你們對猶大王西加如此說 不要聽你所倚靠的神欺哄你說 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亞蘇王的手中 你總聽說 亞蘇豬王向列國所行的乃是進行滅絕 難道你還能得救嗎 還能得救嗎 我列祖所毀滅的就是 歌傘哈蘭蒂社和蜀提拉撒的伊甸人 這些果的神 何成拯救這些果呢 十三節 哈馬的王 亞爾巴的王 西法瓦因城的王 西拿和伊瓦的王都在哪裡呢 阿們 這裡是亞蘇王對西西加王的心戰喊話 那從他們的對話當中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亞蘇王知道西加王和耶路撒冷城的百姓 倚靠的是耶路撒冷神 這是西加他不肯投降的原因 所以亞蘇王一方面褻瀆耶路撒冷神 說耶路撒冷神沒辦法拯救耶路撒冷 一方面向西加誇耀他的戰功 亞蘇所要滅的國家 有哪個國家的神能夠拯救他脫離亞蘇的手呢 他的意思就是說 西加也跟其他的國家一樣 猶大只是一個小國 那怎麼能夠抵擋住亞蘇 一樣會被攻下來的 這個時候西加他倚靠耶路撒冷神是沒有用的 要他趕快投降 免得有更多的人來傷亡 那在當時的亞蘇帝國 他的確是一個很強悍的國家 這個國家他有很強大的軍隊 靠著軍事的力量來佔領其他的國家 建立一個強大的亞蘇帝國 對於一個小小的優大國耶路撒冷神 亞蘇王認為就像其他的國家一樣 那西加王就沒有辦法抵擋他的攻擊 那西加王看了亞蘇王的信以後 他就進到耶路撒神的殿 把信在神的面前展開 虔誠地求告耶路撒神 我們來看西加王他如何地來向神祷告 我們來看烈王記下的第十九章第十五節 十九章第十五節 487頁第十五節 西加王向耶路撒神祷告說 坐在二基督伯上 耶路撒以色列的神啊 你是天下萬國的神 你曾創造天地 耶路撒神啊求你側耳而聽 耶路撒求你睜眼而看 要聽西拿基利打發使者 來辱罵永生神的話 耶路撒亞蘇諸王 果然使列國和列國之地變為荒涼 將列國的神像都扔在火裡 因為他本不是神 乃是人手所造的 是木頭石頭的 所以滅絕他 耶路撒我們的神啊 現在求你救我們脫離亞蘇王的手 使天下萬國都知道 唯獨你耶路撒是神 這裡西加王向神祷告 雅蘇的確是一個軍力強盛的帝國 他攻佔了許多的國家 把那些國家的神 神像呢都丟在火裡面燒了 因為那些神像都不是神 是人用手所造出來的 是沒有辦法幫助人的 沒有辦法救人來脫離亞蘇的功績 但是耶路撒神是創造於神的 在祂的神的神 西加王向神祈求 耶路撒神來彰顯他的大能 幫助選民來脫離亞蘇王的手 使天下萬國都知道 唯有耶路撒神是真神 那這裡西加王的祷告呢 不只是為猶大國來祷告 更是為耶路撒神的名來祷告 因為亞蘇王把耶路撒神 看成其他人手所造的神一樣 褻瀆辱罵耶路撒神的名 西加他祈求神 藉著拯救耶路撒神的百姓 來讓全天下的人都知道 耶路撒神是真神 是大有能力的神 讓耶路撒神的名得到榮耀 那西加王這樣的禱告 蒙了神的垂聽 這也是我們在禱告的時候 值得去思考的 我們要像西加王一樣 為神的國和神的名來祷告 摩西在帶領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時候 神曾經對以色列百姓的埋怨和不幸來發怒 甚至呢 想要把百姓全部都消滅 只留下摩西的後裔 讓他的後裔成為大國 那摩西聽到之後呢 就為以色列百姓來祈求 他所用的角度呢 也是為耶路撒神的名來著想 明書記十四章那裡記載 摩西他不為自己的利益著想 他怕因為以色列百姓 被滅絕而損害了耶路撒神的名 讓神的名受到的虧損 這樣的祈求呢 是蒙神所悅納的 和神心意的 那主耶穌他也教導我們 我們向神禱告的時候 要先求神的國和神的義 我們肉體上的需要 其實神都知道 神自然會賜給我們 我們就不需要特別去憂慮 所以這個時候 西加的禱告蒙神的垂聽 厭華神的使者 為猶大的百姓來征戰 當夜殺死了亞述的軍隊 十八萬五千人 我們來看這段的記載 在历代字下的三十二章二十一節 历代字下三十二章二十一節 五百七十五頁 二十一節 厭華神就差遣一個使者 進入亞述王營中 把所有大能的勇士和官長 將帥盡都滅了 亞述王滿面含羞地回到本國 進了他神的廟中 有他親生的兒子 在那裡用刀殺了他 這樣 耶穆華神 就西西加和耶路撒冷居民 脫離亞述王西拿基利的手 也脫離一切仇敵的手 又視他們視盡平安 有許多人到耶路撒冷 將公物獻與耶穆華神 又將寶物送給猶大王西西加 此後西西加在列邦人的眼中 看為尊大 以人的角度來看 亞述軍隊要攻下耶路撒冷居民 是有絕對的勝算 但是我們信靠神的人 有神可以依靠 就像是這裡的西西加王一樣 神會用我們意想不到的方法 在我們不知道的時候 來幫助我們 耶穆華神他只差遣了一個使者 在一夜之間呢 就把亞述軍隊裡面所有大能的勇士 軍官還有將帥全部都殺了 當初意氣風發的亞述王西拿基利 就只能落荒而逃 落魄地回到他的國家 到他神的廟中 最後的結果呢 是被他親生的兒子給用刀殺了 沒有神的應許 誰能夠在耶穆華神的面前 站立得住呢 誰敢在耶穆華神的面前來誇口呢 阿蘇國這個誇口的西拿基利王 他褻瀆辱罵耶穆華神的名 最後就是落到這麼淒慘的下場 而依靠耶穆華神的西西加王呢 神救他脫離一切仇敵的手 又是他們賜盡平安 耶穆華神的名呢 因為這場戰役 傳到周圍的列國當中 在列國裡面得到榮耀 那西西加王也因為敬拜耶穆華神 而被列邦的人所敬重 所以 在去場戰彭視的三城 incarcerated 有依靠耶穆華神的 一定不會落空 不會羞愧 那我們在這個世界上 難免會有遇到 困難 挫折 和危險 或是平靜 有些是自我本身的問題 像撒摩尔的母亲哈娜 她没办法生育 可能就是她自己本身的问题 而不是外在的因素所造成 她也没有办法去把这个问题归咎给其他人 那有些困难是在外在的环境的压迫 像是这里的西西迦王被亚述王来攻打 就是一个外在的因素造成的耶路撒冷城的危险 所以不管是怎样的原因 都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 有人选择逃避 有人找人帮忙 又有人自己想办法 但是对我们基督徒而言 如果我们不会选择倚靠神 那真的是比那些不信的人更加可怜 倚靠神是我们基督徒特有的权利 也是我们信仰生活里面要去学习的功课 不是说今天在这边听道理 听了一些见证 我们就有办法做得到 要能够完全的信靠神 那是需要去操练 也是需要去努力 更是需要去坚持 但是我们说依靠神 不是说就把所有的责任 所有的压力都全部丢给神 然后就做得等候神来成就 不是这样 我们还是有很多我们该进的责任 是我们要去努力的 那西西家王面对亚述军队进攻的时候 他也是努力的先做好防御攻势 不让亚述的军队很容易就攻进来 所以他做好了他该做的工作 给了神来帮助的空间跟时间 除了自我的努力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祷告跟交托 把我们的困难告诉主耶稣 然后交托给神 我想很多人 包括小弟在内 在面对困难的时候 虽然都有祷告 但却没有办法把心中的石头 完全的放下来 交托给神 这个就是我们在信仰上 要去学习的一个功课 我们可以借着每一次神 给我们的试炼或是考验 来学习 依靠跟交托 每个人都要从这个过程里面 去体会神的作为 如果我们能够学会这样的依靠跟交托 那其实未来 我们就可以胜过任何的困难跟考验 那最后我们再来看一段圣经 我们来看耶利米苏的十七章第七节 耶利米苏的十七章第七节 九百零四页 第七节 能够学习到依靠神的秘诀 懂得一生来依靠神 那就像一棵树种在河水旁 即使天气非常炎热 不下雨 有干旱 也永远不怕没有水 这棵树得到河水的滋润 它的叶子呢 还是可以非常的清脆 而且不断的结果子 这是一个多么美丽跟圆满的人生 我们是神的子民 就要像这棵树 种在神恩典的西水旁 神的恩典永不止息 我们在西水旁依靠神的恩典 就可以活出丰富又多结果子的生命 那最近 台湾新冠肺炎在这短短几天之内 忽然变得非常严重 到了第三级的警戒 有点让我们措手不及 在身体上 我们要避免病毒的接触 但是还有另外一点 也是我们要去注意的 就是精神上的焦虑 英国在封城期间 曾经做过调查 因为COVID-19封城的期间 打生命线求救的人数 增加了30%到35% 也就是说 新冠肺炎的疫情所带给我们来的 不仅仅是身体健康上的威胁 因为疫情所采取的措施 对于疫情的忧虑 害怕病毒所产生的焦虑 对我们精神上的健康 其实也有很大的影响 那也在这里提醒大家的是 我们是属神的殖民 我们有神可以依靠 我们只要遵守 政府的防疫措施 做好自我的健康管理 有正常的作息 其他的 我们就可以交托给神 我们就可以过着一个 平静安稳的生活 愿神祝福大家 倚靠神来过我们的每一天 我们再来唱诗 我们下诗 我们下诗 我们下诗